這裡晚上看起來還蠻亮的 看一下 海景第一台 歡迎來到小伙伴日常 有看過我們上一集的朋友就知道我們現在在花蓮 我們到花蓮的第一站打算先吃一點東西 我們走進來這間雞湯小卷米粉 它只有賣一種東西 這是碗酒食 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小卷 地瓜 丸子 可能有一隻喔 等一下吃就知道 海苔 先喝一口湯看看 它有很多的韭菜 跟台南的小卷米粉吃起來不一樣 台南就是那種鮮甜的口感 這個的話就是那種鹹米粉的味道 還蠻鹹的 吃吃看小卷 小卷吃起來Q彈新鮮好吃 還不錯 我們還有點了兩個小菜 這個是煙燻豆皮跟一個泡菜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這個膜 先把它吃掉 它放在冰箱四取 那有膜 感覺安全一點 它就是這樣子 吃吃看 覺得還蠻好吃的 30塊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間順富玉刀削麵 它生意蠻好的 點餐也要等很久 等了差不多20分鐘 旁邊的人都走光 這個是蝦仁炒麵 吃吃看 補充一下 這一碗是110 我一樣是網路上找的 大家是說這家還蠻好吃的 刀削麵的口感 有出有細 波浪的變質 有點那種醬炒的味道 有鍋氣就對了 還可以 吃吃看蝦仁 蝦仁是那種發泡蝦仁 然後呢 我點了一個抓餅 可以看到它是這樣子 看起來蠻酥脆的 這個是60塊一份 其實蠻好吃的 現在我們來到這家是包心粉圓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這個是他剛剛幫我用的 他說這個不要混進去 然後這樣一顆 漸絲 好 它就是這樣一顆 然後這樣吃 吃吃看 我覺得很Q又很冰勻 你吃吃看 你吃吃吃 你就是一個開心的甜甜的味道 因為花蓮的知名小吃其實都很靠近 我們吃完了包心粉圓忍不住 路過了還是吃一下待忌點食 其實這間我以前就有吃過 它是這種清湯 有油蔥酥 有芹菜 湯的口味有點鹹味 加點胡椒粉喔 看起來很輕薄 這樣大概有幾顆啊 10顆 10顆 就是現包現湯的那種口感 點食本身滿清爽的 湯比較有鹹味 我跟胡椒加比較多 所以吃起來香香 吃完餛飩後 現在經過這個文創園區 看一下 誒 剛好是茶巾的拍攝場所 感覺好奇妙喔 你看日光收茶的地方 欸這裡晚上看起來還蠻亮的耶 年秀屏 嗯 等一下不知道會不會關燈 哇 今晚也是有車伯朋友 我們今天晚上找的這個伯點 就是前幾天在車伯的社團看到 好像非常厲害 想說不行我一定要過來 那個早上的view實在是太漂亮了 可是網路上查一下資訊 這邊小黑溫非常多 好像很可怕 所以我們就非常擔心 有鑒於我們之前的通風口啊 都是半成品 我們沒裝風扇 也沒有裝什麼網子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我們去買一雙絲襪 只要用絲襪把它套住 這樣子蚊子就飛不進來啦 先這樣 這個就是旅魚潭的岩壽體 早上的view聽說很漂亮 然後這邊有一個燈籠 然後那邊也有座位 欸 這邊有一個洗手台耶 超方便的 感覺滿好的 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小桌子 如果要用餐的話 這邊也可以使用 還蠻酥 蠻酥的感覺 大家早安 我們終於平安的度過這一晚啦 先講一下昨天的狀況 晚上開始下雨 最後雨大到開始這個縫會一直滲 就現在有一點滴水 我們之後再想辦法改進 目前就用這個方式先解決 上面先放一條溪水埗 先度過今晚 昨天雖然看起來有點 烏漏偏逢連夜雨的感覺 但是經過我們這條溪水埗之後呢 發現其實它沒事 而且也沒有很濕耶 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當初隨便切 而且沒有黏 我們只是把它放上去而已 有一些不是很工整的地方 有點剩漏水 回去以後再改善 本來覺得昨天應該很難度過 反正就是運用這條毛巾 最後平安的度過這款 然後想提醒 有一樣做這個青雲窗的小夥伴要注意防水問題 那回去我們會再想如何改善這個窗戶 因為主要是我們那個沒有切皮 不是這個會漏水 哦 哦 耶 看一下 趕快起來 起來 趕快起來 起來 你看一下外面的感覺 登 噢 那後面 翻壓不重要 看一下這個view 很舒服吧 這邊有人在釣魚 然後湖的景色是這裡 可是我在網路上看一下那個顏色是更漂亮 可能今天天氣沒有很好 現在還是有一點點綿綿細雲 雲 可以看得到它現在是有點厚的 可是基本上湖的景色還是很漂亮 再看一下 覺得還行嗎 看起來還不錯啊 就是涼涼的 但是沒有太陽啊 所以少了一種湖光山色的感覺 剛剛有看到一隻小蟲在那邊飛 但飛走了 從室內躺著看出去的感覺 嗯 真的很不錯 再次提醒大家這邊小黑溫 非常非常多 所以訪問措施一定要做好 不然回去你就養個七七四十九天 很可怕 現在呢 我們要去刷牠洗臉 然後順便帶大家去看一下廁所 Let's go 從剛剛停車場走過來這邊 就是昨天的岩壽亭 這邊晚上燈會亮 再往前 前面這邊就是廁所了 這邊是男廁 看一下 他的洗手台 然後裡面就是 廁所的樣子 然後往前這邊就是女廁 他有無障礙的親子廁所 然後一樣有洗手台 小黑 他這個view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大鏡子 嗨 早安 看一下 其實還蠻乾淨的耶 真的很乾淨 然後看一下這邊 敦式的馬桶 小朋友換尿布 嗯 滿好的 有小鳥耶 牠好可愛 而且牠在吃麵包 掰掰的 走了走了 牠長得好可愛喔 嗯 啊走了 掰掰 秋上刮個鬍子也是合理的 很好笑 我只是要這樣刮了 因為沒有電 現在在充電 你在充電邊刮鬍子 掰掰 補充一下 鯉魚山這邊 也可以爬山走走 可是因為今天一直下雨 所以我們就停留一晚就離開 LATER 這邊的路開起來 其實都還蠻悠閒的 可惜就是今天綿綿細雨 LATER 因為我們早餐實在是不知道吃什麼 想想 那就吃個包子好了 本來想說買個公正包子 發現牠旁邊也有一家 周家針腳小籠包 也一樣很多人 而且價錢一樣喔 就不知道怎麼選 最後就兩間都買 吃吃看 一樣一顆是5塊 我們各買了6顆 先吃這個好 公正包子 看一下牠的包子 像一顆圓圓的 現場可以看得到牠製作的過程 人工非常多 而且牠的蒸籠裡面 一籠就有放8個 不是塞滿那種 就是一個小包子 我覺得牠的麵皮也是QQ的 帶有一點甜甜的 但對我來講就是包子啊 接下來我吃的這個是 周家包子 這樣視覺看起來 就比剛剛公正的包子還大 比一下 可以看得到嗎 這樣子一大一小 周家公正 一樣是5塊喔 吃吃看味道 我覺得有點不太一樣 你吃吃看好了 我覺得我會選這個 我覺得周家針腳 牠的小籠包 吃起來最大的差異是 牠的麵皮不是甜的 牠就是比較白麵的那種味道